来看一下基亚队阵狼队的第4局下半场 这一把的话宠爱掏了一个蜡巷师 我说一下自己的观点 我是不太看好这个蜡巷师的 因为虽然说这张地图蜡巷师能不能打 能打 然后蜡巷师也能平 但是这套阵容的修机速度快 而且这套阵容其实求人者就是想来跟你打保平 然后比你快的 因此呢我更看好穷者一点 我觉得宠爱拦不住基亚的求生者 拦不住他们这个高速保平 一个蜡巷师想拖时间真拖不住 因为你想拖时间 你就要放弃很多针对的一个节奏点 那么这套阵容有没有多跑能力呢 我们看这把穷者带了一个双薄命 是有多跑能力的 是有多跑能力的 因此宠爱其实这个蜡巷师掏出来 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是两头难过 你想要拖时间 那这个阵容它有多跑能力 你拖着拖着拖着发现 待会儿日本人留不了了 你想要保平 那这套阵容修机速度快 飞轮 板子拍 你想要保平 那我这个阵容修机速度快 我平的比你更快 也是加盈 因此这个蜡巷师我觉得一般 这里的话补点蜡追一刀 但这刀没打中 再交 打 好 这里是张狂开了技能 1分38秒 整体上面来讲 哎呦 这个蜡快还没中 要了 亲命了 现在密码机总量两台 囚徒这边的蜡已经消了 阿策这边的话 摸个垫 垫击小子再翻 倒地 将近两分钟的一个机到 将近两分钟的一个机到 密码机总量已经超过两台半 我刚给大家讲了 这套阵容是一个双搏命阵容 双搏命阵容 所以说这里穷者 不过这边囚徒的话是没有大心脏的 囚徒是没有大心脏的 待会儿看吧 病患这边交钩子赶过来 大副提前摇怀表 预判刀没中 大副过来了 这波有机会追一刀大副 但是应该追不了双倒 继续跟囚徒 6是肯定遛不动的 这个囚徒6是肯定遛不动的 现在就要看什么呢 现在是两分多钟 外面的话宠爱这边 已经没有时间去管密码机了 囚徒倒的这个位置也不会让你去管密码机 我们来算看 就囚者这边如果说选择放弃这个囚徒 去争一个快速的平局来不来得及 机子现在的话是三台半嘛 机子是三台半 入联师这边好像还想过来救一波 因为入联师这边就算救不下来 我也能灵就盾走 哦不对 看错了 不好意思啊 是大副在二楼压着 大副在二楼压着 下来救人 摇怀表 这么来的 吃一刀把人救下来 囚徒这边的话有电有飞轮 大副这边帮忙卡一手 这波大副来救人 囚徒交电往下走 这边的话一行赶过来 还剩一个飞轮 哎 好像也还行 好像也还行 为什么这个密码机大家看到没有 这密码机有点拦不住了 这里如果说你选择挂这个大副密码机 这边就压好救人了 变换 而且这边椅子用掉 你过去挂了那边密码机都好了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 就是宠爱 他想控场 他想压机子 直接亮 我这么来的 就 对吧 我开局给大家讲的一个安排 大家能感受到吧 就这个阵容 它是一套非常非常 考究的一套阵容 这个阵容就是 我就是来通过我的一个快速的 哎 不过这边 病患过去救人 看一下卡子哥这边的话 把人救下来 那边的门虽然拦住了 但是那你也管不住 两个人里面只能追一个 手里面没有遗形 入联师这边还有灵鹫 入联师先把门点开 这个入联师还有个薄命捏在手上面的 门已经开了 门已经开了 一刀 无形大副扛住了 起热了 这里的话 AK 门也能点开 走了 四分多钟 刚才没记错是六分多钟 对吧 所以这个蜡像是真的不好 不好打 就看到这个蜡像是我就觉得 这把应该是难了 哎 导播老师还给个这个时间 给了个框 我天 对吧 好 好 好了 感谢观看